陈凯峰,人类是否可以活到150岁?什么是保单贴线策略?保单贴线策略是如何运作的?保单贴线市场的最新动态如何?会胜保单贴线策略2023年芝加哥大会分享。作者简介,陈凯峰、Kevin Chen,美国会胜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兼任纽约大学教授及教授理事会理事,并曾多次在哈佛大学、纽约佛塔莫大学、 佩斯大学、西班牙裔商学院纽约中心授课。他是创立于1907年的纽约经济俱乐部会员、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委员、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会员、美国风险管理协会会员。在纽约创立纽约金融论坛并担任副秘书长,任美中国际商会金融经济委员会会长。他还是奥马哈价值投资研究中心顾问。每年在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年会期间, 他在奥马哈主持亚洲投资者晚宴。他目前在三家与纽约股票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和多伦多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 以下是视频内容。保单贴线Life Settlement。 哦、Wiaticos行业最近有很多新的发展。我们会胜金融刚刚应邀参加了在芝加哥举办的保单贴线行业2023年年会。希望提供本文给大家提供一些最新的资讯。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行业的现况与未来。 1.什么是保单贴线策略?保单贴线策略是指人寿保单的持有人以一次性支付现金的方式将现有保单出售给第三方。付款高于退保价值但低于实际申雇赔偿金。出售后,购买者成为保单的受益人并承担保费的支付。通过这样做,他们在被保险人发生生命事件时获得保险赔付。 关键要点。1.保单贴线是指将现有保单以一次性支付现金的方式出售给第三方。2.保单的购买者成为其受益人并承担其保费的支付。并在被保险人发生生命事件时获得保险赔付。3.人们选择保单贴线的一些原因包括退休、无法负担的保费和紧急情况。4.定居协议类似保单贴线协议。5.由于人受保险涉及保单持有人的转移。 因此不等于陌生人拥有的人寿保险。此图为惠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陈凯峰分析投资保单贴线策略的体会。 2.保单贴线策略是如何运作的。当被保险人无法再负担保单时,他们可以将其以一定数量的现金出售给投资者。 通常是机构投资者。对于大多数保单持有人来说,现金支付主要是免税的。被保险人实质上将保单的所有权转移给了投资者。 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被保险人收到现金支付以换取保单。高于退保价值,但低于保单规定的死亡支付。 由于保单贴线策略有可能是在投保人急需用钱的时候提供现金。所以一些保单贴线策略已经在美国被认证为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CSG投资。 ESG也称为环境、社会、治理是在公司治理的背景下考虑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商业框架。 它旨在嵌入到组织的战略中。该战略考虑了为所有组织利益相关者,例如员工、客户、供应商和金融家创造价值的需求和方式。 通过出售保单,被保险人将人寿保险单的各个方面转让给新所有者。 这意味着接管保单的投资者继承并负责与保单相关的一切,包括保费支付和死亡抚恤金。 因此,一旦被保险人死亡,新所有者在转移后成为受益人将收到赔付。 受险结算有效地创造了受险保单的二级市场,这个二级市场已经酝酿多年。 如今,已经有许多司法裁决使市场合法化。 最著名的裁决之一是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的Gregsby v. Russell案。 当时病人John Burchard无法支付他的人寿保险单的保费,并将其持有的人寿保单卖给了他的医生A.H. Grigsby。 Bashard去世后,Grigsby试图领取申雇赔偿金。 Bashard的遗产执行人起诉Grigsby已获得这笔钱并获胜。 这个案子最终到了最高法院。 在他的裁决中,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将人寿保险比作普通财产。 他认为该保单可以由所有者随意转让,并且与股票和债券等其他类型的财产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 此外,他说人寿保险作为一项财产附带的权利。 一、除非保险公司有限制,否则所有者可以更改受益人。 二、该保单可用作贷款的抵押品。 三、业主可以根据保险单借款。 四、保单可以出售给其他人或实体。 三、保单贴线市场的最新动态。 惠胜金融作为长期投资医疗行业的资产管理公司,在保单贴线市场一直耕耘。 今年的保单贴线大会上,我们的很多长期合作机构都做了主题分享。 包括美国保单贴线协会Life Settlement Association, 各大美国和欧洲保单贴线投资机构、人寿保险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保单贴线经纪公司等。 保单贴线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分享的一些数据非常值得思考。 比如,美国的人寿保单中每十张里面就有九张因为投保人停缴保费而失效。 2022年,美国有面值大约2000亿美元的人寿保险保单,因为投保人停缴保费而过期失效。 这些保单从理论上都可以由保单持有人转让给保单贴线机构获得现金收入。 笔者在参加2022年芝加哥保单贴线大会的时候,曾经写过观感可以参考我们的公众号去年的文章。 和去年相比,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三级市场流动性大幅增加了。 2019年,保单贴线市场曾经出现过一些由于投资人巨额赎回导致的波动。 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后股市暴跌,也对保单贴线市场的流动性出现很大的冲击。 大会上有机构分享的数据显示,保单贴线市场的一级市场目前流动性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前的规模。 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三年前的水平。 三级市场的流动性目前已经是2019年规模的一倍以上。 也就是说,大量机构投资人在保单贴线市场互相交易保单频繁。 但是从投保人到二级市场之间的供应有限。 四,激进地延展人类寿命预期。 本次会议的主题演讲嘉宾和去年一样,是来自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奥辛斯基教授。 他是美国长寿研究的权威,在过去30多年里发表了大量关于寿命预期的论文与书籍。 在去年,他的主题是分析长寿的一些决定性因素,包括使用干细胞等。 今年他的分享主题是,能否把人类的寿命极限从目前的120岁,激进地延展到150岁。 当然这里面包括基因因素、饮食、一些药物的研究进展。 他提到临床研究证实,糖尿病患者在服用目前的一款新药的时候,寿命预期高于正常人。 是否可以说这款药品可以用来作为长寿药? 他也展示了全球各国的一些寿命预期数据的变化情况。 比如说香港目前蝉联全球寿命预期的榜首。 过去三年的新冠疫情对于人寿保险行业和保单贴线策略有很多影响。 目前各国的数据都开始陆续公布。 相应的寿命预期、生命表等都需要进行更新。 由于大数据开始用于人工智能分析, 很多保险公司都在重新定价新的保单费率。 而医疗方面,不管是癌症、老年痴呆、糖尿病, 还是心血管疾病,最近都有很多创新。 比如癌症疫苗已经有被批准的。 还有就是干细胞用于修复体内器官的一些病变。 五、会议花絮。 大会也安排了晚上在密西根湖上观赏日落游艇畅游。 来自华铁卢大学健康与人类潜力学院的本杰明教授 给大会嘉宾做了共情的艺术演讲。 他提到从工作到生活中, 很多人都在遇到问题时不是反应过激。 就是呆若木鸡不敢应对。 他给大家分享了如何提高情商, 实现和同事、业务伙伴、家人等的共情与提高。 他对于如何在压力下做出理性的选择的分享 对于本次大会算是一个圆满的收盘。 以上为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您对此内容有何观感? 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发表您的高见。 最后,感谢观看、订阅、点赞与分享转发。